亲爱的小朋友 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在旧约有好多的节期 而今日你我要如何遵守呢 民书记二十八章告诉我们 有五个日子 五个节期要遵守 第一个是每天早上 晚上 要献凡祭祀典祭 这里提醒我们 预表耶稣基督是那书罪的羔羊 我去祭祀必须天天早晚献祭 但耶稣基督一次献上 就完成了永远的祭物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保险 来到主的面前 第二 每周的献祭 在安息日献上凡祭祀奠祭 这里提醒我们要纪念神的作为 出埃及祭提到了十届 守安息日纪念神的创造 生命祭提到了守安息日 纪念神的拯救 除了几道的新约 我们要纪念神 实行的拯救 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 因此今日我们每个主日 守主日见拜神 就是在旅行 就约吩咐我们 纪念神这一个重要的律法 接下来每个月的月术 就是初一 要献祭 这代表耶稣基督带来一个新的纪元 新的开始 新的一个月份 新的一年 新的人生 在耶稣里神为我们来成就 不但如此 接下来告诉我们有 逾越节 就是耶稣基督 成为新约时代逾越节的羊羔 把我们从作用中拯救出了耶稣的宝血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五徒在门楣上越过神的刑法 让我们得到上帝的平安 这一章最后提到的七夕节 就是五旬节到了新约时代 第二章 圣灵在五旬节大大的降临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丰收 是属灵的丰收 是大批的信徒回到神的家 今日我们也应当 在每个聚会当中之取 圣灵充满等候圣灵的降临 得到能力 做主见证 七节 主旬节 庄稼出手 你们献新宿祭 给耶稣的日子 纪念上帝给我们的丰富丰收 当有盛会 什么劳努的功都不可做 是的 我们当然竭力的去栽种 浇灵 工作 尽我们的本分 但真正是我们丰收的 唯有神自己 因此我们要把出手的果子 献给我们的神 把最好的祭物献给神 求神愿纳 我们来祷告 谢谢绝苏 让我们透过旧约的献祭 提醒我们到了新约的我们 如何在每天早晚 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 仰望耶稣基督 每个礼拜 首主日 每个月 等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在月节 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 五旬节 纪念圣灵的降临 让我们每一天 走在神的平安引导中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